不合习近平的期待可能是郭台銘 因为郭台銘明确讲 就是他如果当总统 他就要谈判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分析 台面上总统选将赖侯科 都主张维持现状 唯有郭台銘直言 当选首要任务是签和平宣言 823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金门和平宣言 郭台銘一头热的和平宣言 恐怕成为突破点 而陆委会也点出 中国透过政治人物交流 深具统战意涵 像是日前马英九基金会 邀请中国学生来台访问 中国对台工作 瞄准台湾年轻人 除了长期会台措施 也开始收集资料 先建立联系管道 日前在江苏举办的 就业创业研讨会 报名表上除了基本的姓名电话 还得交出身份证字号 建立台湾各资资料库 吸收的一个目标 其实就是所谓的 手来主 填写的这个表单里面 它作为一个验证码 很多人没有借薪的情况之下 就填写 这个可以做到更细致的统战 透过建立赖群 微信群 发送要宣传讯息 中国统战加强年轻人 各类的这个微信群也好 或者是赖群的这个建立 以及更新这样的一个资料 就是中国一定强 这个美国一定弱 那台湾一定要统一 的这样的一个思维 透过社群软体或抖音 持续联系 为了传递有利中国讯息 对岸统战手段持续进化中 三镇里凯军环夜节猴场 游润博台北怎么了 JESSICA D